看是這個民進黨的政理委 也是省老國際公司現任的黨署長賴靖林 他也就是民進黨的理委賴平渝的爸爸 曾因為是負責來散交易 獲監獲獎 然後他三十萬來告報 說賴靖林在二雄一五到二雄一六年 當時塑豐公司的經理人 你知道到 五路四交通交易的 李康的消息之後 涉嫌到總經理的特助上人 這個動態消息發佈進場 只有一波把股票賣掉 避免損失 這個問過必要之後 賴靖林是以三十萬來告報 其他涉案人是以十萬到八十萬不定來告報 如果這賴靖林的女兒 就是劉威賴平渝 說也團出有牽涉到案件 我是喜顧雅外 你訂閱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了嗎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